将积水凤梨根部包覆成胎球 拿着线不断缠绕固定 八年级生谢依尼在创作的 是适合壁挂或摆放装饰的植栽板 她说木材与植物都是她很喜欢的创作材料 尤其木材都是将旧木料回收再制 环保又有故事 比用新木板制作更迷人 活在这世界上垃圾已经够多了 如果有一个材料它明明就状况很好 你可以再运用的话 我觉得你就运用它本来已经拥有 拥有自己的面貌的样子 然后你再去赶它重新做一些小小的变化 它其实会比新的来更有生命力吧 年纪不大谢依尼却拥有老灵魂 老家荒废的株摄在绿意包围下重生 成为它的工作室 谢依尼大学读的是流行工艺设计 研究所念木材科学与设计 创作对她来说不是难事 但她坚持用废料创作 像旧鞋 面勺 洗衣板在她的桥手下都能与植栽结合 成为工作室的绿意风景 我蛮希望客人如果他们要做定制品 他们家里有一些旧木料其实都可以拿来 因为这样的连结是最深刻的 我觉得也是最特别的 因为那个是对他们来讲是无可取代的 谢依尼认为回收旧木料 对地球环境无负担 她喜欢接客制化订单 更希望顾客能提供家里的旧材料让她创作 曾有客人拿家里的旧窗户做成生活用品 让做出来的物件与顾客间会更有连结 未来她也想要种下台湾原生种树木 运用修枝材来创作 因为像我自己大部分就是用台湾块木 可是不可能有这么多台湾块木一直让我使用 对啊 所以就是希望说 如果我可以自己种树 然后自己用自己种树的材料的话 我觉得那应该会是一个比较永续的方法 栗树是些因你考虑种植的树种 她说虽然现在种下去是小树 但小木料也是能做出不错的作品 工作室取名食物木座 除客制化设计 旧木料创作 也做家具维修 让旧家具在整修后重现新生命 谢一宁说 每个旧木料上面有岁月刻画的痕迹 这都是无法取代的记忆 实物要透过改造旧木料 让旧物继续展现价值 评论新闻 张如荫 刘建荣 采访报导